我們講到就是兩岸電文 這是引起的這個引戰 韋翰其實第一個拋出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提到 習近平在這次講到了 就是要謀求統一 朱立倫顯然他並沒有 在這個部分接招 他直接跳過去了 剛剛韋翰有特別提到 他說如果他訪問張亞中老師的話 他想要親自問張亞中老師說 在這個部分會不會有 這請問齊聖哥就可以 對 所以我想你看 齊聖哥就直接來回答了 因為大家要曉得 這個整個作業的過程 就是我相信四位候選人 恐怕會都被國民黨陸公會問到 就是對於相關的回文 就是如果大陸 中國共產黨如果有自賀電的話 那回文會是什麼 結果基本上已經有一個 文本上頭的一個意見的交換了 然後才發生了 就是中國共產黨 然後來自賀電 而中國國民黨的回電 事實上雙方大概已經 就內容交換過意見了 所以不是這麼像媒體所關注的說 好像大陸來電 然後台灣回什麼 這個我個人的了解 大概在我們選前三天 我們就已經有把相關的回文都看過 然後也做了相關的回覆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 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過場 就是一個過場 對 所以張亞中老師在統一的這一塊 他也是一樣跳過 統一一定大聲說統一的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就統一的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置需要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也是支持統一的 因為他如果不支持統一的話 他兩度的在總統府的宣誓 要受到國家嚴厲制裁 所以他最多就是到不說 但他就是做 但事實上他早就已經違憲了 如果按照這個憲法來說 所以這就是中華民國 比較荒謬的一個地方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卻是最不奉行 中華民國憲法的 中華民國憲法 為什麼要奉行 是因為這是台灣人民 共信共守的一個最高法則 就是我們所謂的上綱 所以因此要在這個底下 我們再去做各種的運作 所以要奉行憲法 我覺得這個是每一個人 應該都要有的基本的素養 不奉行憲法的 這個就非常奇怪 那就搞革命 就可以不用奉行憲法 但革命又不敢革命 所以這次張亞中老師參選 就是揭穿了民進黨很多的假面 所以這個就會讓 包括現在目前在國內的 最大黨就是討厭民進黨 他們獲得了非常大的一個 情緒的一個出口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當時在我們選後的 一個宣言的時候 人家說為什麼 能夠獲得這麼多的票 我覺得張老師就說明星 我也看到有很多人 就說明星明星 朱立倫也獲得8萬 然後張啟成也獲得4萬 這些都是不同於 你張亞中的6萬 就是說你所謂的明星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這樣看 我們看問題就是說 張亞中老師從8月的3% 就黨內的支持度3% 到最後選舉結果出來 就超過了30% 我就覺得 他是因為時間點燃的這個問題 否則你問哥白尼 全綠列 他們主持這個日新說 都要被拿去刷頭的 所以能夠有 讓慢慢慢慢喚醒了 大家對於所謂的思想理念 跟靈魂的這些重視 就是這次選舉我覺得最大的成功 第二個成功 就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就是張亞中老師的參選 讓更多的 我們台灣的民眾 看到了中國國民黨內 那麼也有對於所謂靈魂召喚 這樣的一個這種的行動 所以就喚起了大家更多的注意 而且另外一方面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 像瘋島啦 這樣的一個KOL 他們下面的這些 他們每天的回應是開放Call in 長達3小時 跟我們中天是有做雙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全部是Call in 幾乎沒有什麼 對他們做一些回復 我說瘋島個人 當然老師上去火烤 他就必須要去回復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是年輕的世代 因此我們要說 這個所謂的明星 應該要從這裡來看 更何況朱一輪 他的這個得票的結構 是有另外的結構 所以 好 我先這麼問好了 請正哥就是這一場 國民黨主席之戰 所謂的張亞中驚奇 你覺得接下來會 在選後持續發酵嗎 6萬的支持 我相信應該要給他 要讓他對黨的一個 陰心陰格 要發揮他的效能 於是老師也說了 他還是繼續回去 做他的孫文學校 做思想理念 扎根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所以我覺得 他在選舉的時候做什麼 他在選後還是會去做什麼 那麼讓這6萬名的 這些支持者 他們對於黨的發展 還有大家一直比較 prefered在這個 2022 2024的選舉 在這個事情上頭 能夠發揮一些效應 我還是要講回來 就是2022 2024 大家在討論這個問題 都討論到術 術的問題 所謂的就是 術業有專攻的術 我覺得真正是根 根的問題 就是其實如果說 所有的國民黨員 都是有靈魂 有理念的話 然後進而能夠喚起民眾 就真的很像孫文革命 就是要喚起民眾 連世界上也平等 大附近民眾共同奮鬥 我就覺得這個靈魂召喚的工程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不是在打高空 從選舉獲得了印證 就非常多人非常期待 大附近國國民黨的黨員 應該要有黨魂 而不是拿相對敗 剛剛我聽到韋翰 韋翰也特別提到了 就是拿相對敗 那個人家都去選正牌就好了 不要去選你這個副牌 所以要有自己的這個論述出來 然後再來去吸引民眾 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是說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 台獨的主流民意 在中華民國台灣 也曾經有10%的支持度 10% 到今天什麼時候 變成主流民意了 所以我覺得民意是 現在如果既然講精英政治 主流民意是可以引導的 只是過去就是 碰到了就退縮 碰到了就退縮 三民主義或者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訴求的統一 早就已經退出 台灣的言論市場 不要多少年了 而且我覺得這非常是有計畫的 從民國77年李登輝執政了以後 然後到今天超過了30年 就是這樣子以黨回黨 以國毀國 這樣的一種做法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重新再振興 我覺得國民黨再照直日可待 因為當然我們看到可能張粉 也是很多韓粉的情感投射 沒有張粉 對不起 沒有張粉 對不起 孫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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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步 好 下一步 你說就是回雙人學校了 而不是譬如說選高雄市長 選新竹市長 新竹國最高票 剛才特別提了 就是選哪裡都 他都是數的問題 技術的數 那我這樣問 2022他的角色是什麼 有角色嗎 2022他一定是要幫助 大陸國民黨 能夠在這個選舉當中 能夠發揮效益 而要幫助大陸國民黨 在2022要發揮效益 就是要從根本上 然後去召喚出黨魂 不要再去做這種利益的結合 我覺得這個會讓 讓中共國民黨重新回到格調之上 現在還沒有格調 你看選舉就知道了 非常沒有格調 對 又言又止 因為這就是張亞中老師 在917被移送考季會 其實在陣營裡面的操作 其實有非常多 可以操作的空間 可是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說 怎麼只是這樣 那張法中老師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只說了一句話 就是我們再受多大的委屈 都不能傷害這個他鍾愛的黨 所以就是 就有這種人 習聖哥 對 就有這種人 所以大家 他就很像宗教家 在這段期間裡面在傳教 看到效果很好 習聖哥有支持者跟張老師講說 既然都沒有選上了 乾脆就離開或怎麼樣 有支持者就離開 對 千萬不要 可是確實我們看到 很多這樣的聲音 這就違反老師 我剛才就講說 中和國民黨是老師鍾愛的政黨 他就是一場選舉 他就是黃花崗革命失敗了 所以他就繼續留在國民黨打拚 對 一定是要留下來打拚 所以老師也是留下來打拚 只是說現在在擺位置 就不是一個老師在思考 張老師思考的問題 不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國民黨要贏 國民黨要重返執政 位置很重要 重返執政 如果說以張亞中老師兩個月 因為我們從8月17登記 其實事實上才一個多月 就能夠有這樣的一種 大家外界形容旋風式的 這樣的一個捲起思潮的話 你覺得跟你個人 就是你們的幕後操盤 也有一點關係嗎 沒有關係 他個人 沒有幕後操盤 都是老師個人的人格特質 就很真 禮拜六晚上選完之後 到現在這兩天 你有跟張老師談一下 不要說禮拜六晚上 在前一天 前一天在車上 要送老師回家的車上 我就問老師說 會不會很篤定 會不會很篤定 不管輸或贏 他都是一個結果 所以在前一天 他就已經很那個 我就說他是宗教家 宗教家 你在這個當今的事實上 宗教家都是會被抓去殺掉的 可是他還能夠 能夠捲起千堆穴 我就覺得這個很不簡單 憲哥 現在因為 像謙輝在問 還有很多的 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 很多張宗老師的支持者 他們可能會期待說 想要知道老師的下一步是什麼 對 現在是等說黨中央 朱立倫主席當選人 來跟老師談看看 有什麼地方要接受到長才 或者是說他自己有什麼想法 網路上當然是講說 什麼出征高雄 那個其實是 好像高雄有很多的支持者 他們希望老師去 就是說不知道 你跟老師有談過這個事情嗎 如果說 我在這邊公開講 如果說朱立倫主席當選人 想了個半天 黨沒有什麼工作 可以張老師做的話 那等於就沒有角色 那怎麼辦 對 角色很重要 如果都沒有那怎麼辦 他不一定要在黨裡面辦 自己會說你學校對不對 他也不一定要扮演什麼角色 他剛剛說了 這是選民 他的支持者顯然期待他扮演角色 思想理念 靈魂的扎根工程會持續的進行 這就是他的下一步 所以他下一步就在想 怎麼樣能夠讓思想理念 這樣的一個工程 能夠持續的像他選舉一樣 然後去做一個步道家 去完成 至於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才能夠做到他的所謂的思想理念 然後靈魂扎根的這個工程 可是扎根要時間 選舉在明年 2024 現在就要開始了 不是講了嗎 先會剛剛就說了 如果以張耀宗老師參選 一個月的時間 能夠捲起這樣的一個蜂巢的話 時間對他來說是夠的 是夠的 其實我再問這個問題好不好 你可以問好多的問題 因為保證剛好還在這裡 網路上有人講說我不知道 張耀宗老師沒有當選人 我現在要去加入民眾黨 幹嘛 這到底是什麼 這115年反串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不太通 要不就是像林偉峰們的這種 綠營的網軍反串 因為這個大家理念不是很相同 我覺得他們會支持張耀宗老師 都是對國民黨懷抱希望 而看到張耀宗老師 能夠對振興中國國民黨 他有一股力量 一股能量 所以說去追隨了老師 是這樣子的 怎麼會說 然後老師沒有當選 然後就轉去民眾黨 這個邏輯跳躍的有點快 因為你要參與一個政黨 我就覺得要經過一些思考 這第一個 第二個跟外面所謂的 這種的邏輯是極其不通 因為外面的邏輯就是 中共國民黨是一個 非常老的政黨 所謂老就是裡面的成員很老 都是老派的 民眾黨旁邊坐的楊小姐 民眾黨是一個訴求新興的政黨 也就是都是希望年輕人加入 這個根本 國民黨的這些人 根本就不是民眾黨的TA 所以民黨怎麼會去吸收 大陸國民黨這些離開的 這些黨員 我也很好奇 但是我倒是有看到 就是大陸國民黨選完以後 民眾黨有發一個廣告 在招募 我寧願相信那只是時間上的巧合 要不然就是一個開開玩笑 大概是這樣 好 在這邊有網友美玲 他特別抖內進來 他說何大哥加油 張校長加油 所以在明年2022的部分 目前還是 張校長不會缺席 他過兩天他就開始 很積極的去做一些安排 現在都是在我們的計畫盤算裡面 然後這怎麼樣開步走 就是怎麼樣在選後之後開步走 我覺得我們這幾天 都是在做這樣的一個討論的 可以先透露一點嗎 不是 講了 就是孫文學校 以孫文學校 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能夠接觸到中國國民黨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還有 就是我們發現那個網路 就是直接訴求年輕朋友 這是很重要 其實如果是 現在是當選 不是 現在沒有當選 如果當選的話 其實他會有一個 讓大家耳目一新的一個想法 他可能會暴露在KOL的 這個世界裡面一個禮拜 然後每天就是這樣火烤 火烤完了以後 蒐集所有年輕朋友 對於國民黨的這種質疑 或者是說他們的期待 或者他們的希望 然後再開始去跟15路諸侯 然後再去接觸 現在講這個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都已經過了 但我如果說 朱主席也願意的話 也可以比照辦理 但是因為到比較少看到 能夠願意跟 因為我那天碰到郭正亮 郭正亮也就是說 張好中老師很不簡單 可以曝露在這種 封到三 四個小時的火烤當中 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如果沒有一個很紮實 然後很豐富跟精采的 這樣的一個學術的底蘊的話 我覺得恐怕不太容易 好 維翰還想問對不對 來 請說 這個 齊下哥在這邊 他講到這邊我差不多 我不敢僭越再問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都沒有 好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 也就是朱立倫當家之後 除了要處理黨內團結路線的問題 還有他面臨的第一戰就是 10月23號的罷免陳柏惟案 以及在12月的四大公投案 朱立倫已經喊出了 倒閣公投 在這邊對於朱立倫來說 如果3Q告劫的話 當然無疑可以讓他在黨內 樹立威望 這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四大公投 包括了四大公投 還有這個3Q罷免案 對朱立倫來說 確實至關重要 畢竟朱立倫 我們來看到 他這個是 他成為國民黨黨主席 有史以來得票率最低的 所以兩場戰役對他來說 比什麼都還要來得重要 我們稍後再請節目來賓 好好來討論 目前已經來到現場的是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 還有台北市議員侯漢婷 兩位好 在兩位就座的時候 好 因為導播一直在Cue我掰 他非常迫不及待的 可能想要看陳柏惟 今天在立法院的表現是不是 好 我們就先來看看 陳柏惟在今天惹怒了 國防部長邱國正 先來看 我沒有阿爸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的家 你的家 不要問你的家賀中文嗎 看清楚楚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的家賀中文嗎 你挑戰 我們請反應 我尊重你不願意 對我同仁都很客氣 我沒什麼阿爸過 你可以問我同仁 我阿爸過有沒有 為什麼 我不了解 我們兩個議員不一樣 我請反應到底做不到 你怎麼可以說我做不到 什麼事情 你沒有做什麼不對 我只建議你 語言是個工具 大家同樣的工具 為什麼要拿那個不一樣的工具 來這樣弄呢 我想要補給我們台灣的賣意 我們有萬主民意 有客家有的 可以阿 你要婚禮母語 我沒有意見嘛 對嘛 所以我們用反應的靈魂 你外國人來你就不會叫公眾文 為什麼我在這裡你又要叫公眾文 為什麼你要告我 我沒有教育你什麼 我只跟你講對 今天這個殿堂裡面 大家工具如果一致的話 只會讓我們這個議會推動工作 更加順暢 你叫做對 好 在討論之前 我先謝謝這個網友SoulFox 他其實要請何啟聖先生 轉告張亞中教授說 他願意重返重新加入國民黨 全是因為受到張亞中教授 對張亞中教授兩岸和平的論述的影響 好 在這邊我先請教兵哥 我剛剛特別提到對朱立倫來說 現在他的兩場最重要的戰役 一個就是3Q 大免案 一個就是12月的四大公投 他已經喊出了 這個就是倒閣公投 要用四個同意讓蘇貞昌內閣下台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的話 這非常重要 是不是 就影響到 因為畢竟他這一次可以是 他這次選的真的是 他是險勝 他險勝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的話 影響接下來他在國民黨內的 威望也好 各方面帶領都好 當然這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 有人說是因為他10月30號 才真實接任 10月23號 算不算在他頭上 對 到底算不算在他頭上 我覺得當然算在他頭上 因為畢竟 張宇晨主席也表明了 就是他也願意 如果可以的話 提前交幫也沒有問題 朱立倫是認為說 還是按照規定的程序時間來 這個我覺得都是之為末節 都不重要 重點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實際上 已經是進入了朱立倫時代 朱立倫領軍的時代 尤其是他用45%的超低得票率 當上了這個黨魁 黨內有人 尤其是外界 很多人都在虎視眈眈 認為說你們是不是要分崩離析 所以很顯然 3Q哥這一戰 就對朱立倫來講至關重要 對 如果不能夠贏 而且要贏得漂亮的話 很顯然大家會對朱立倫 對國民黨的整個戰力 都會打上更大的問號 朱立倫這個問子 就會當得更勉強 更不要說 我直接講 如果年底的四大公投 他沒有辦法過的話 而且我個人認為 朱立倫甚至是不是要考慮 乾脆國民黨再換一次黨魁帥 因為如果這四大公投 沒有辦法過的話 以朱立倫現在 你的意思是要全過是吧 對 我認為應該要全過 以他這樣的一個少數統治的話 其實他做下去會非常的勉強 對國民黨2022的選戰 也會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朱立倫 他有不能夠輸的 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也希望他能夠全力的去奮鬥 現在江啟臣主席 他也馬上投身 進入3Q的動作 我覺得國民黨其他的戰將 還有其他的黨內大腦 甚至這一次 有參與黨主席選舉的人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 能盡一份力的話 就盡一份力 因為現在 其實我很不客氣的講 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是危急存亡之囚 國民黨很可能 因為這樣會分裂 會造成其他不可測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 真的珍惜自己的政黨的話 你們真的要多加油 特別是我必須說 你要知道 我拜託國民黨來 你看一下 剛剛大家都看到那段影片 陳柏惟是這樣一個素質的人 對 真的是 他今天還有一個新聞出來 他之前有人 有一個粉專罵他文盲草包 然後結果他跑去告人家 就現在被法院認證 他就文盲草包 他輸了 就這樣 所以一個被法院認證 文盲草包的人 還要讓他繼續當立委嗎 你看 他為什麼現在 明明他知道邱國正是他們 民典黨執政黨自己的官員 他為什麼要去跟他刀這些東西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個草包 唯一會的就是意識形態 這個草包唯一會的就是 去散動意識形態的對立 所以即使是 執政黨自己的官員 所以他認為講這些543的 對他的罷免會起一些作用 對 他認為這些 他這種動作會讓他支持者回來 我老實講 如果台灣真的有這麼多人 支持這種草包 我也沒話講 這就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因為就草包到家了一個人 你還要去扯 而且這個人是 我老實講 他自己都要講 他要強調的是母語 請問一下你媽哪裡人 陳柏惟 你媽哪裡人 你媽是台灣人嗎 你媽不是上海人嗎 你的母語是台灣話嗎 不要每天在那邊胡扯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人擺明就是要故意挑撥 種族之間的仇恨 故意要挑撥意識形態的對立 這一種立委 老實講如果都buff掉的話 國民黨還有什麼資格 撐在野第一大膽 國民黨還有什麼戰鬥力 所以我覺得10月23號這一戰 非常非常的關鍵 朱立遠真的要好好加油 所以漢婷 其實陳柏惟 他時不時的都有 尤其最近立法院開議 他時不時的都有這種 荒腔走板的問政表現 很多人就說 一看到他這種問政表現 就知道他肯定會被罷免掉了 但我是覺得每一次 陳柏惟一上場的時候 他的質詢時間 我都覺得有點像在 是立院的綜藝節目或是團康時間 當然大家覺得很好笑笑一笑 可是笑一笑的背後 其實就像剛剛兵哥講的 對我來說 這何嘗不是台灣人的悲哀 我們就把他當成是 最後一場秀 就是他能秀的機會也不太多了 但可憐的是我們花納稅錢 本來以為希望能夠養個明代 結果沒想到養了一個喜劇人 天天上演喜劇節目給大家看 我希望陳柏惟他最近 他也在跑很多的行程 他要在地方上告訴大家說 我是值得留下來的 我希望他在跑行程的時候 他千萬不要跑得太快 因為怕他腦子裡的草會掉出來 怎麼說他的這一番質詢 他非常強調說 媽媽講的語言就叫做母語 母語就叫做國語 但如同寒冰哥講的 等一下 而且補充 他說如果阿公阿嬤聽不懂華語 看不懂字要怎麼做全民國法 要怎麼知道台灣 台灣目前的外交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很認真 我認真和嚴肅回答一下 如果在台灣還有文盲存在的話 他本來就不會 也不應該被納入到 所謂全民國防的這個全民裡面 因為他是屬於叫做 被引導跟被帶領的對象 一旦戰爭來臨的時候 他是備受保護的對象 他不是屬於要積極主動要去參戰 或者是要去捍衛的這種對象 所以他連全民國防的概念 可能都搞不懂 好 那麼再來 我們回到他剛剛所說的 就如同寒冰哥所講的 你媽哪裡人 這話聽起來有點像在罵髒話 但不是 就是你媽是誰 你媽哪裡人 你媽祖上哪裡人 就你媽媽是蘇航人 你的外公是上海的大地主 這些事情就是你自己講的 所以你根本是什麼 你根本是一個資三代 你外公是大地主 就是當時大家要打倒這種 所謂的走資派 你是有錢人 然後現在這邊裝本土人 很莫名其妙 好 第二個 所以理論上 你真正的母語 不是應該是上海話嗎 我要在聊天室 很多人都在講 對 阿拉桑海人 你應該要講的是上海話 或者所謂的蘇航方言才對 這也提醒到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 所謂的普通話中文國語 來跟大家溝通 因為各地的方言太多了 你講閩南語 你講客家 有人講原住民族語 有人講各地的方言 大家還怎麼溝通 所以才需要有所謂的官方語言 好 那麼他連 所以他的母語 明明就不是閩南語 但是他偏偏要把閩南語 當成自己的母語 他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捍衛母語嗎 不是 他是為了政治 他是為了選票 這不就是標準的叫做 望主背中 你為了要迎合台灣人的選票 你編了一個 明明不是你的母語 來當成你的母語 你的母語是上海話 你對得起上海人嗎 你對得起你外公嗎 這才是要去思考的問題 你為了迎合選票 你連你真正的母語 都不願意講 而且你不承認他是母語 你真是最践踏母語的人 第二個層面 我們嘲笑完了 他的這些胡說八道之外 他的這個質詢 全程大約也有快10分鐘 我也很認真地把它看完了 就發現他的這個質詢真的是 水準低落 一塌糊塗 不學無數 比記者還不如 還有押韻 怎麼說 他其實從頭到尾就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說美國有沒有邀請台灣 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國防部長說 沒有看到正式公文 他的第二個問題 很多的軍艦 軍機繞繞繞 為什麼國防部長 為什麼國防部都沒有公告 國防部說 我當然就不用隨時都公佈 我有掌握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 AUKUS就是美印澳的組織 有沒有邀請台灣參加 或有沒有邀請台灣相關活動 國防部長說沒有 結束了 就除了他的這些吵架之外 他的10分鐘 就問了這三個問題 然後這三個問題 我聽聞說 你沒有深入的追問 你也沒有持續的建議 你不是發現了什麼 避害 你也不是給予具體的建議 或者你也不是要求說 未來要如何去做 就算按照獨派的觀點 你有沒有什麼說 未來我們如何參加 或者未來應該怎麼樣 或怎麼樣可以更好 都沒有 你只是在單純的叫做 提問而已 這就跟小學生提問 請問一下我們有參加嗎 請問一下有我們的份嗎 國防部長跟你說好 沒有 那個質詢就結束了 對 連追問都沒有 這算什麼質詢 而且都問得是非常離譜跟誇張的 就是他問說 阿古斯美應繞的 所謂的三方新的同盟機制 有沒有台灣 那當然就沒有 就沒有 縮寫就告訴你了 那就要告訴你了 這有什麼好問的 就跟你問說 請問一下那個隔壁家 有沒有我家人 就跟沒有那是隔壁家人 這種問題 你還要端到質詢台上來問 理論上 這不是看新聞就會有的答案了嗎 再不記的話 你把你的那個府 你把那個國會聯絡人 請過來簡單諮詢一下 簡單請來救救一下 也可以得到基本的答案 而且問的問題是極度沒sense 就問說 為什麼有軍艦來 你不公布 這有什麼好問的呢 第一個 如果真的不公布的話 肯定他的原因 比如說是屬於機密 對吧 既然是機密 你就不應該問 第二個 你如果真的要知道這些狀況的話 你就不應該在質詢台上的時候問 你就事前私下 跟國防部的官員直接請示 或者透過所知 或者當面拜訪 各式各樣的方式 都可以讓你了解到 這個議題的相關進展 以及實際上的狀況 而不是像你這樣 似乎全然沒有準備 就端到質詢台 是這個樣子嗎 台灣有沒有呢 完全就像是一個小學生一樣 所以這種不學無數 質詢素質低落的草包 歡迎台中的朋友 不要忘了10月23日 我們共同下架這個 獨派草包立委 所以3Q總部也指控說 陳柏惟以檔疫苗 他竟然曾經說 不知道什麼國際認證 因為這個是在刊版 就是3Q總部在台中各地 豎起了這樣的一看板 指控說你陳柏惟 根本就是在反對採購疫苗 不過來看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他就說抹黑 抹黑陳柏惟 他說陳柏惟怎麼會阻擋疫苗 他非常支持疫苗 可是羅志強 就在我們看到之前的影片 陳柏惟清清楚楚的曾經說過 陳柏惟不知道國際認證 他說國際是什麼 羅志強當然很酸 就說很好 10月23日下架他 讓他回家好好去試字 陳柏惟怎麼 所以法院為什麼會判說 講他文盲草包得很無罪 這是有道理院法官亂判的 他真的是文盲 所以剛剛漢妮怎麼會說 他怎麼會去問 那麼奇怪的問題 你明明看報紙就知道 是你問的幹嘛 表示我跟你講 你也真的要銅剪掉 他可能看不懂報紙 所以他只好問 這也沒辦法 我們這種願意多問的人 我們大概也是要能夠教他 盡量教他 可是我是覺得去做這種狡辯 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立法院的紀錄裡頭都有 當初要擋住疫苗的 投票的 反對進疫苗的是誰 叫陳柏惟 你去立法院看 議事紀錄裡頭都有 民進黨一大堆人都列明在上面 這是什麼好講的 蔡理尚你怎麼好意思講說 這是抹黑 你立法院副院長公然在那邊 鬼扯歪曲事實 就是你蔡議長這種人 不就是嗎 你現在去幫他辯解 這有什麼意義 他非常支持疫苗 支持什麼疫苗 非常支持高端疫苗 好像也不是 陳柏惟打的是高端嗎 我不曉得 不曉得 不過他打什麼 也沒人在哭就是了 問題是 我覺得既然你陳柏惟 你有膽這樣做 比如說當初他支持萊豬 在那邊把萊豬講的天花亂墜 結果這些罷免他的團體說 因為陳柏惟支持萊豬 所以我們要罷免他 結果他講什麼 你這個事情怎麼能怪我 我又不是最支持的那一個 對 他說我不是排那麼前面 對 我不是排前面那一個 這是什麼話 這是什麼話 南澤安大丈夫出來 你既然做了敢做就敢當 你支持萊豬 你就講你支持萊豬的理由 結果你不是講理由 你是講說 我又不是最前面那一個 我又不是最支持那個 你到底在說什麼 老講這種鬧種 基本上就該罷免了 而且這個人 這種敢做不敢當的人 基本上他不罷免要幹什麼 因為他不但愧對他自己的選民 也愧對他自己的職位 不是嗎 真的就是這個德性 然後現在這些人還要出來 幫他做這種543的辯解 老實講 他今天為什麼要特別挑邱國正 因為上次邱國正 曾經在立法院讓他難看 對 上次也是 然後他自己要問那些無聊的問題 還要問人家什麼 我們打不打得過誰 害人家直接問他 那你覺得我好不好打 就是這樣 所以他自己草包到了家 然後想要用這種操作 想要挽回自己的顏面 想要以為這樣可以證實 自己不是草包 結果沒想到今天他的行為 再度證實了自己就是個草包 而且還是個超級大顆的草包 所以我真的覺得 拜託台中第二選區的選民 你們這一陣子應該也看清楚 陳柏惟所有的動作 所以10月23號真的拜託大家 一定要記得去投票 你投誰 你支持罷免或反對罷免 這都是你的權利 但是拜託大家一定要出來 好 蔡其昌幫陳柏惟辯解 會不會是越幫越忙 蔡玉瑜出來喊話 會不會根本就沒幫到忙 他說陳柏惟是勇於接受挑戰 不怕二勢力的好立委 而且他的選區 蔡玉瑜的選區嘉義縣的 身分證字號開頭就是Q 3什麼Q 嘉義人不允許3Q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是可以到台中二選區 是投下不同意票嗎 這一個 我就要講到了 現在民黨中央 當然顯然是出手了 但是能夠幫到什麼程度 還有包括在台中地方上 我們看到明代立委是出來相挺 但是在市議員這一塊 或是在基層組合 能夠真正為3Q哥動員 動到什麼程度 這都是問題 我覺得像蔡玉瑜好幽默 嘉義到底挺不挺3Q 又關嘉義什麼事情 他也沒有投票權 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當然是呼籲說 在地有投票權的人 一定要積極出來投票 不論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對 因為這是公民的訴求 而且這個主張 他並不是單純說 他並不是陳柏惟試圖去打造的 叫所謂兩岸的對立 或所謂統獨的對立 或者是政黨的對立 都不是 他就是一個對民意代表 在其中考的考驗 看看你過去兩年到底做的 有沒有符合在地的民意 看看你這過去兩年 到底有沒有符合一個 身為正常人應該具有的智商水準 過去覺得你應該是個正常的人類 結果發現選出來竟然是隻青蛙 那糟糕了 那青蛙怎麼可以去質詢呢 就是讓大家笑得很開心 所以當然應該早點要把他給下架掉 那當然民進黨會有非常多的聲援 但是我高度的遲疑 就是你們的聲援會聲援到什麼時候 怎麼說 因為第一個 再強大的聲援 他抵不過自爆 如果陳柏惟頻頻自爆 然後不斷的秀下線 不斷的丟臉 那你民進黨還要跟他在一起嗎 塔綠班已經很丟臉了 未來還要再創造一個叫塔綠草包嗎 還是什麼草包塔綠班 那只會讓民進黨整體的形象 更加的沉淪和墮落 未來在當地就是誰說 我支持陳柏惟 要支持民進黨 你要成為草包一份子 你要加入塔綠班 看你也是個正常人 怎麼會去加入塔綠班 未來讓大家都覺得 加入民進黨 或者是支持陳柏惟 成為一件很丟臉的事情的時候 那他的下台就是必然了 民進黨想要淪落成為 跟陳柏惟同樣無腦等級的人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民進黨當然也在盤算的是 他跟激進黨之間的磨合 和競爭關係 激進黨目前只有陳柏惟 一個民意代表 可是在明年的地方議員選舉 激進黨在中南部 也就是民進黨既有的選舉區域 也是要提好提滿 那麼就會對現有的 民進黨的地方議員 產生極大的衝擊 會不會是養虎為患 我現在幫助了陳柏惟守住了 可是接下來這些民意代表 反而來跟我們民進黨的競爭 我到底是幫好還是不幫好 再來第三個 也會牽涉到派系之爭的問題 雖然表面上大家都客客氣氣 對 我們都是綠營同道中人 我們總是要互相照顧 可是陳柏惟當時 他比較靠近的民進黨派系 其實是林佳龍政國會派系的 但是現在打算要競選 台中市長的蔡其昌 他不是政國會派系的 他是新潮流派系的 所以幹嘛 我為什麼要去幫助 別人的派系的朋友 去費一把力 這對我的派系 未來有什麼樣的幫忙 目前並沒有看到力多 所以民進黨的這個鄉挺 他並不會像是黃捷那個樣子 全然的力挺 因為黃捷當時 他是完全從時代力量退黨 而且已經徹底投靠 也沒有派系的問題 加上黃捷當時的被討厭程度 沒有現在陳柏惟那麼高 所以民進黨的力挺 比較能順水推舟 然而在現在 陳柏惟的討厭程度 幾乎可以與當時的王浩宇 已經相提並論了 在這個狀態之下 民進黨如果還要全力的沾邊 全力的支持的話 最後反撲回來的 只會是民進黨 那麼最後最關鍵的因素 其實就是看投票率 首先第一個 因為大家還是很多人不知道說 原來10月23號就是投票日 所以大家一定要積極的宣傳 更多的告訴大家 10月23號就是投票日 第二個很多人可能也會擔心 萬一疫情又再起 或者是疫苗覆蓋率不足 根據民調顯示 有在地民眾認為 我沒有打完兩劑疫苗 我出去投票 我可能會怕怕 我害怕群聚 我害怕危險 那怎麼辦 可是偏偏當前 就是沒有疫苗可以給你打 而且就算疫苗來了 他也是依照既定的年齡的順序 或者第九類慢性疾病的優先 他也不可能說 罷免陳柏惟的選區人 通通優先打疫苗 所以這也會降低投票率 再者是疫情的公告 是由衛福部說了算 是由陳時中說了算 萬一好巧不巧在10月中旬 突然又發現了 又發現了幾個確診者 搞得大家都不願意出來投票 中選會說其實也很輕微 所以也不用再延後 整個的罷免案就會付諸東流 這些都是民進黨未來 很有可能會產生的奧布 大家都不需要加緊小心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